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学生顺利结业 但由于老师不断更换 让他们学习课程不断出现重复现象 对我们孩子来讲说 去年上的一批老师怎么今年就换掉整个一批儿 那大家心里都有点不平衡 然后又有新生下来 新生下来可能老师他们会想 哦新的孩子 那我们要再去重新教 我们可能就会比较被晾在一边 就没有说大家把我们的重点放在这边 没有连贯下去 原本说我们就学习重复的东西 但也有学生提到 吉朗阿珊阿美族部落学校 让他们学习深入自己的族群文化 说在哪 就是比如说 别人问我说阿美族什么文化这点的话 我都可以回答 拜托吉朗阿珊阿美族部落学校先前争议 这次协会以阿美族文化教育学校为名 重新出发 他们期盼再次扛起传承阿美族文化的重责大任 记得给大家欢迎光复 采访报导 阿姨